碰到鬼的人你们不要怕 碰到鬼的人是你们黑的人 因为你有福报 你有功德他才会找你 我问你一下 好像一个乞丐 他要讨钱 他当然要看一个比较有钱的去讨 跟这个讨讨不讨给的 他跟乞丐讨 乞丐有吗 中打而已 所以你看当有这种众生来到你的家 你不要怕 他们在讨功的 有的人就很反感 师傅我越做越来越多的 没有啦 他是你的亲戚来的 不是每次来的 来到他们够了他们就不来 真的他做到一个时期 三个月后没有来的 跟你讲了吗 以为他们叫厚脸皮 他没得吃才来找你 让你每次回向 有做布施的功德 用他们的名字 进寺庙啊 进佛塔啊 进这些好的 我赞助这个食物给这些 八戒的也是有功德的 一次过八十个 如果一个精神马贴他就赚到了 真的你不要小看啊 你看功德里面的功德经里面有讲吗 最大的什么佛陀咯 他讲的 佛陀必知佛 佛陀阿罗汉 三国罗汉 二国罗汉 一国罗汉 那么出家人 people with John 有禅定的人 他没有讲出家人 有禅定的人 然后出家人 有戒律的人 那么慢慢下来 十戒 八戒 五戒 四戒 三二一戒 没戒 没戒也是有功德啊 养狗啊 养猫啊 养出生啊 你剩下的饭菜 啊 蚂蚁蚂蚁 昆虫给你们吃吧 他们也都吃啊 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啊 全部是福报来的啊 所以 有一个阿罗汉啊 在佛陀的时代 他在家去世的时候 他每次吃那个 剩下的饭菜 他丢给蚂蚁吃 那么 他出家的时候 这些众生啊 回来出生做人了 因为你说 累积的福报 只有这样多而已嘛 所以是出茶 清饭这样而已 他的食物不是很好 他去别的地方 讨不到吃的 只有在这个园 那么 问佛陀为什么 哦 他全是哦 这般人啊 现在人是蚂蚁来的 他每次有 丢饭菜给他们吃 所以这一次 他只是做这个布施 给蚂蚁了 你看 所以你们做这样多的布施 不用怕了 现在有得吃的 有得用的 所以你看我们叫做 贵人 广戒 善严 就是这个意思了 广戒 广戒 accumulate vast goodness 善严 all kinds of goodness 好像我们这种 去到哪里都见到乱了 哇 印度也去啊 泰国啊 印尼也 这个月会你去的 因为你跟那个地方的 有那种千年月 你才会去的 没有的话 你去不了的啦 人家就不要想到你 对面不相似的 你看 我们的隔壁的人 住在上面 没有跟你讲话的 你皱臭的 看你很伪装的 有没有 对面不相似的 为什么 没有那个夜 有的很远的人 你不认识 你看到他 这个好像我认识他很久 好像是我的朋友 这样我 好像那天 昨天来的那个 医生医院 要给我看 我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 来的 认识很久很久的朋友 那个医生 我不认识他来的 我认识他来的 我认识他 很久了 我第一次看到你 可是有一种 这样吗 所以呢 我们回向功德 给这些众生 他们能够得到 那么我们讲 给你随喜这份功德 那么往生三道 给这些往生的众生 自己的冤亲在主 为什么 有时候你在身口一方面 曾经伤害到 讲到 拨不好的东西 跟呢 为什么要讲天神 因为这个四大天王 这些天众 有去投诉 佛陀 你们每次回向功德 给别的众生 我们呢 你们也没有想到我们的 佛陀 你们也要 OK OK 回向给你 所以 所以在 这个是经典讲的 不是我讲的 我说 哇有这样的东西 天神他也要功德 佛陀就吩咐 他的别求 你们要想起他们 他们也要功德 好 那么给这些众生 可见不可见 我们也回向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离苦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